来 鲜花 上等 喂 说 我吹一波国外啊 好吧 你吹一波我听着 我朋友在澳洲嘛 然后移民过去了嘛 然后就是赚的还挺多的 大概就一年有个三千多个吧 三千多万人民币 嘎嘎乱杀 三千多万人民币啊 差不多吧 那确实嘎嘎乱杀 咱们这钱是给国内挣不上的 这属于出去了以后 直接就是鲤鱼月龙门 草民翻身 我其实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就是国内的很多打法 你带到国外去 就是老外都看蒙逼 那这不是澳吹 你这不是国内国吹吗 你这不是 这样算算国吹吗 但是你 但是你在 那你都说了国内的打法 那是国内的打法 这叫逆向信息差 确实啊 你一向信息差 这属于 就真的现在 国内成熟的领域 你一向信息差 拿到国外 纯纯降维打击 确实啊 那这叫澳吹吗 这国吹 你是吹人家落后吗 就是吹 那边人比较 总是赚到田嘛 他干不过你啊 你吹的这个方向不对 吹的你吹的是人家落后 是你他打法成熟 这种能能能上千万的级别 指定是在国内是成熟成熟领域的 成熟业务链 对对对对 他做物流的嘛 那那你说不就是你 你拿的那不是属于就是 国内都说好几千亿烧出来的成功案例 烧出来的成熟警戒 然后你到你到一个连快递都送稳费的地方 可能就是他的资源在国内烧不出这样的成绩来 但他到国外去就烧的 但降维打击 你这不是澳吹 你这国吹的吗 好行吧行吧 你不是你前提不是你在国内积累的经验和人脉和这个资源吗 然后你拿到国外去降维打击吗 这叫澳吹吗 你这种买卖有一个算一个多点才好呢 你这什么叫创汇 这叫创汇啊 我的意思就是就是其实就是去国外 也就不像你说的那么就是 不过主要你这边驴马烂子太多了 不是驴马烂子和正经企业 企业往外走是两回事好吧 就是我觉得正经企业到国外 其实能赚钱的点其实超级多 我跟你说 超级多关键是你得有这资源呢 对吧你咱这么说吧 你有几个你哥们 跟澳洲有几个你哥们 一年三千个 两个吧 讲话呢你还你哥们一年三千个两个呢 三个两个呢 三个两个呢 我跟美国本地我没 我都我都没说回国学降维打击 我在美国本地自己研究的 我就我我当地降维打击 我一年都两千个没到 跟谁俩呢你还让这催来了 我都没催 我骄傲了吗你下去吧你 我骄傲了吗 就国内那个样板房 就不是不是我瞎说 国内那个国内那个盖房子装修的 装修完了以后把这个装修这个屋 先不还给一 不还给业主 先拿样板房先参观 参观完了以后让更多客户签 你告诉国内是多少年前开始整这玩意呢 你告诉我你们说说 你们说说 多少年前整这个 太早了 我前年跟美国 跟加洛杉矶整出来的 八个月两千万 首秀 独一家独一份 牛不牛逼